上个礼拜的话等于是第六次上课 然后基本上的重点大概有几个 就是第一个的话是下载大乐透的网页资料 那难度相对的是比较高一些 但是其实如果你假设经常会需要资料是来自于网页的话 那这个范例我是觉得就有蛮值得参考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假设你的资料在网页 你要把它放到以sale的话 有这种需求 那当然呢如果你不会用爬虫的方式 那变成你就是只能图法链 图法链刚很麻烦嘛 你每次要选起来Ctrl-C Ctrl-V 那因为我们大多数页面 总共有76页嘛 一到76 那你总不可能说你点一页 然后把它复制贴 点一页复制贴 那这样很浪费时间 而且类似的这种网路资料太多了 尤其金融相关的资料太多 比如每天股市资料 然后像汇率资料 然后其他的相关的期货资料 那你总不可能说他只要更新 你又再重新自己手动抓一遍 那我看你应该永远抓不完 因为那个有的是算分 有的是算 甚至有算秒的 OK那你这等来来来 资料都更新了 你都还没抓完 所以呢理论上 假设你的资料是来自于网路的话 那就有必要 去使用所谓的爬虫这个技术 当然你用爬的方式 你才有办法产生 所谓的big data大数据 因为用人工来做 我看很难产生所谓的大数据 大有没有 因为如果假设爬 你会发现 大概不到一秒钟 全部资料就下来了 总共 total 我记得好像上个礼拜 大概5000多笔吧 那一千 应该是5000多还是多 等于是说很快的就把资料全部都把它爬下来 像这个 这边 这个是我们之前爬的 坎错向下 2000多 等于2254 那等于是说减一 等于是 总期数就这么多期 所以从2004年 到应该上礼拜 上礼拜五 好像我们抓到上个礼拜 为止 总共就开出2000多期 2253 然后他好像是每个礼拜多少 每个礼拜二跟五 还是多 然后又加两期 所以一直累加 那当然如果假设 我们今天要更新的话 那很简单 就是重新再让他抓一下就OK 那我们上个礼拜 基本上 大概第一个 你可能就是 要知道怎么去抓的规则 那相关的东西 我一样是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 这里 OK 第二个单元 有没有 02 那我这边有指定用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叫 Query Tables 顾名是一码 Query 查询 Tables 表格 S加S 复数 意思是说 这个网页里面 有很多个表格 那我是抓 哪一个表格的意思 所以Query Tables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物件的好处 就是简单 而且速度还蛮快的 但是它有一些限制 所以不是说 所有的网页 都可以用它来抓 但是部分网页是OK的 那当然看得出它名称嘛 反正你只要是网页里面是表格 才有办法用 如果它不是表格资料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用这个物件去抓 你就变成要用别的方法抓 那别的方法呢 缺点就是说 哇 那个程式的复杂度 会比这个高非常多啦 OK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产生对的程式 但是以往是自己写啦 不过现在有�一批 有些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只要跟它讲说 我想要写一个VBA的SARP程式 那请你帮我把某个网页 有没有网尺给它 它会自己帮你写出对应的程式嘛 如果你假设要指定说 用哪个物件的话 那你可以跟它说 请一定要使用这个Creative 才可以 这样它才会帮你把这个资料抓取下来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大概不外乎就是 这个就我们的那个 我是用Google查到 有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那个乐透云 OK 这个乐透云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一个的网页 这个它的表格 那底下的话就是 总共有76页 当然这个76将来这个数字 应该也不是固定的 因为一期一期增加 只要它又增加一页 它又变77 77 77 一类推 所以呢 假如更新也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自己改一下程式 那基本上我们就抓这个日期 抓这个1到6的号码 然后加特别号 但是抓下来东西 最后其实是有抓 后来马上把它稍微排列组合一下 那可是还有衍生其他问题 包含就是说 这个6个号码 如果你假设要用它来统计分析的话 你如果放一个储存格 它没办法帮你做统计 因为这个变成是一串文字哦 而不是6个号码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从一串文字 变成6个号码的话 你要把它剖开 剖开最简单就是透过什么 逗点 资料剖析嘛 剖一下这个6个号码呢 它就帮我变成这个 放在6个储存格 这个上个礼拜都有讲到 所以这个细节部分 我就不赘述 其他部分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云端上面的这个说明 里面的话最重要是第一步 我记得我们好像先用这个范本 在云端上第四页嘛 这个范本的话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把这一个范本先贴到这个我们的Visual Basic上面 然后只有改两个地方 分别就是这个网址 有没有 URL封号后面 贴上我们这个乐透云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有时候会跳广告 那把这个网址贴过去给它 那它会帮我抓这里面的第一页 那怎么知道是第一页 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 所以以后你们其实可以再看一下 那个有些网站 你们如果多观察 你慢慢会发现它有固定规则 就是说呢 它这上面会有一个问号 有没有 还蛮常见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有时间 去看一下你想抓的那个网站 会不会有问号 理论上大部分都有 然后问号后面的话会有个参数 参数后面会传什么什么值给它 有没有 所以如果透过这个参数 如果假设我丢一个1给它 它就抓第一页 如果我这边改成2的话呢 那就抓第二页 意思类推 所以如果假设我的需求是要抓1到76页的话 那很简单嘛 我就直接把这个规则改一下不就好了 所以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们是先 把这个程式先贴上 就是贴那一段嘛 我们本来是叫大乐 大乐透下载 就这一段 这个程式其实云端上都有啦 其实上个礼拜都做过啦 我只是把重点复习一下 最关键的 大乐透下载这个当范图 那你就直接怎么把它贴上 贴到 记得贴到模组 那网址就贴这边 那webtable 我记得好像我们就直接算了 好像第五个吧 OK所以五 然后就把网址贴上 所以网址的话呢 就直接把这一串网址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就把它贴到UIL 记得喔 这里面记得不要有任何的空白 它原来是空白 你不要贴了之后 你给它留一个这个空 留这个空白 有可能会发生错误喔 所以记得不要有任何空白 把它delete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抓第一页 因为它是INDAE就被等于1嘛 所以如果假设你执行 我开这个 我开一个空的 假设这边里面都没有 我就来抓抓看 或者我是直接开一个新的空的这个好了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会抓第一页的资料下来 还蛮快的一下 一下就是把第一页资料全部抓下来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你要第二页很简单 就把这边改成2嘛 2的话呢 你再执行 它就抓第二个嘛 然后再把它改成3 456 到76 它就会一直不断抓了 那另外的话呢 抓的位置喔 你就不能一直是AE 你要一直往下放 所以让它向下追踪 放在最下面的这个91加1 变92 一直往下 OK 所以呢 我们后来就把它改成P次了 那P次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 我写一个fori等于1到76 有没有 这一个回圈 那用这一个for回圈 产生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刚好就直接可以把它放到 in-page的后面 它就第一次放1 第二次放2 因此对推 就到76了 那这样不就可以把1到76页全部都下载下来 但是喔 还有一个 所以会有两个变数啦 第一个是 这个indage 配取等于1 这个地方改成I 第二个是range这边有一个A A起来嘛 那其实前后双引号 我是建议你可以删掉没关系啦 因为这个前的符号指的是绝对坐标 那这个绝对坐标在公式里面才会生效 在VBA里面没有效 拿掉没关系 那后面的话当然是 我是要放在 Excel表格的哪个位置开始 所以第一次是放A1嘛 那第二次的话就是让它向下追踪加1 有没有 向下追踪 还记得吧 这上礼拜讲过这个很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懂得向下追踪的话 那以后都可以用这一招 就知道说这个范围的最下面在哪里 那我就让它加1 它就往下一列继续再放我的资料 那就一直放 全部放我 OK 然后这个地方的写法是rangeA1 就把游标放A1 然后你按Ctrl向下 他就追踪到这个位置 这个点Rose的是它在哪一列的意思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91 有没有 所以这个得到应该是91 Ctrl向下追踪 XL down 这个是XL down是向下追踪 得到的列 再把这个列的位置 取得之后 记得要加 为什么要加 因为我不能够从这边开始 不然会把2这个给盖掉 所以我要从他的下一个 下一个就加1 OK 那这样的话呢 把它改完 本来是P大乐透 就抓第一页 那我就把它改成抓1到79页 OK 那就直行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的写 就瞬间把1到76页的资料 一页一页的抓下来 那跑下来应该也不到几秒钟 可能一两秒钟就全部OK了 但是如果你要CtrlC CtrlV的话 那就大概不止来 OK 而且今天你做完 明天还要再来一次 反正每天只要更新 你又再来 那浪费时间比较多 所以很多资料如果在网页 你就可以用类似像这样 但是抓下来的资料 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包含就是说它的栏位名称不断重复 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空白 这些都不要了 所以后来好像我用了一招 我是自己想了一个方法最简单 就是底下其实我有 有在这里有没有 就是第七页的地方 因为资料虽然全部都已经下来了 但是我们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做统计分析 所以如果你要做统计分析的话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六个号码分开来的话 那你还是没办法统计分析 对不对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把它分开来 另外还有哪些地方 有没有 另外还有就是多余的栏名 因为每一页上面都会有这些东西 什么日期大乐透 这四个栏位名称 这个只要留一个就好了 总共好像如果76页 那我们其实留第一个 所以要删掉75个 其他不要 然后还有这些 我是觉得这边好像只有年 可是月日 这个日期其实它是有放在这边 但是我们如果暂时不管日期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把这边空白的 通通通通我删掉算了 可是以前要删的话怎么删 以前比较傻 应该是这样 就是选它按右键 然后删掉 然后选它选取按右键删掉 有没有你会发现 你这样一直删 那总共有2200多个 所以你这样要选2200 你要做2200多次 应该没有人想要这么做 不过如果你实在没好方法 你就只能这样做 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个比较聪明一点的办法 就是我看一下 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做法 就是我后来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把游标先放在A1做排序 那排序的话这个叫XL Ascending就是地增排序 所以一一我先地增排序 我看一下 游标放这边 然后资料里面的地增就是A到D D渐的话就是A到D看看 那为什么A到D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排完序之后 只要我要的资料 一律都放在上面 那我不要的资料就跑哪里去了 其实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应该是游标放B4 Ctrl向下 应该会直接就跳到 跳到这里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很简单 我后来发现排序 好像是应该是取得资料 最快的一个捷径 因为如果像之前傻傻的 就是说自己慢慢删 它浪费时间了 排完序之后马上知道说 我从B1向下追踪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要的范围结束的位置 那我要删掉的应该是 从它的下一个 一直删到哪里呢 删到A栏 所以你要知道A栏的最下面在哪 你不要傻傻一种卷拙 慢慢在那边卷卷卷 因为很多啦 可能应该到5000多吧 那最快的方法记得按Ctrl键 Ctrl向下 大概这些啦 所以理论上如果我要删除的话 应该是从什么 从那个B1 B1Ctrl向下 那这个Ctrl向下就刚刚讲 追踪 这个很好用 如果你会这样的方式 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删了 那我用B1向下追踪之后加1 表示我要删的开始 再到A1 A1的话就像上面这个 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到的这个位置 那就是我要删的结束 所以我只要告诉它说 开始跟结束 后面加上点Delete 它就全部三观光的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程式 我把它Ctrl 自己复原 然后我记得我好像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就是刚刚讲的这一段 就这一段 这个 位置在这里 所以我刚刚讲的 后来我就把它写成对应的程式 那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以后你假设要排序 比如说我刚刚A栏要排序的话 那你就写这样 Range A1 因为从A栏的栏位名称点一下 然后点Sort的话 指的就是说我要排序 那排序的话 它会跟你要三个讯息 一个是你要以哪个当成Key Key的话就是说 你是A栏排序 对不对 对 那你就直接直接把AE复制过来 然后你要怎么排序 你是Ascending 就递增 那当然你说老师 这个我拼不出来怎么办 我记得好像我是这样写 我记得好像就是写的方式 你也不用特别背 因为VBA它会跟你提示 怎么提示 我记得我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边 假设这边都没打 对不对 你就打我要根据AE排序 那你就先打Range A1 OK 就是这个位置 点下去之后呢 排序就是Sort Sort应该 这蛮好记得吧 排序对不对 OK 然后空一格之后的话 它就给你这些提示 那你可以看到 后面就是说 它需要给一些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它会跳黑体字 这个是什么 初体字是Key E Key E就是你的什么 你要排序是依据哪一个栏位优先 那理论上我就直接把这个Range A1 复制过来 你就帮我按照A1当成是我要排序的基准 逗点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它是说 那你要递增还是递减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这边会出现一个提示啊 什么就是这个啦 XL Ascending 如果你 你那个字不会打哦 你看这上面照着打也OK 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 你打一个X 你会发现哦 它这个还蛮智慧的 它会自己跳出哦 哎 你要递增还是递减 所以递增的话是Ascending 递减的话是Descending 所以我们要递增 递增 那第三个哦 其实大家记得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哎 你要不要那个什么 你要你有没有标题啦 其他后面这些都不用啦 有没有标题的话呢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叫Header 所以打一个 Header Header冒号等于 就是Header指的是 有没有这个标题 栏位名称 当然它有三个选页 你按个等号 冒号等于 前面是它的参数名称 后面是要传什么参数 你会发现等于 它会自己帮你跳出一个选单 有没有那个 那个什么 栏位名称 有啦 所以你就选那个 XL YES 这个 OK 它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有栏位名称 一个是没有 那一个是 GAS GAS是它自己猜 OK 应该会猜错吧 不过通常我们也选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一个GAS 那当然YAS说No 有没有栏位 有啦 OK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说我这个程式怎么打出来的 其实就是大概它会提示 所以有时候你忘了也没关系啦 要不就看我的云端白板好了 有时候真的要记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 如果程式记不起来 你云端白板的资料要把它备份 反正以后当成是范本 OK 不然说真的啦 这东西太多了啦 那脑袋也没那么多的可以记 而且你要记别的东西 你又不是说只有写程式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可以记下来的 OK 那再来删掉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跑 我先先让它按F8好了 先跑一行看看 有没有 它跑这一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一行跑完之后 有没有 它就帮我完成排序动作 那如果我要删掉底下的话 所以我接下来要写什么 B1向下追踪加1 跟A1向下追踪的位置 这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把它删除的话 那写法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B1向下追踪加1 就是这样写 有没有 B1向下追踪哦 这个我前面一直强调 这个太重要了 向下追踪就END啦 END之后 钱瓜阿虎它会跳 你要向上还是向 向下嘛 那你就向下 追踪到的列 点落 有没有 它就B1向 就是2256啦 可是我不是从22563啦 如果你22563的话 那这一列也会被删 所以呢 记得后面加1 那我就从2256加1 257开始哦 所以这个 那我前面加一个变数哦 就是把2257这个这个值 丢到R1这个变数哦 然后呢 再把这个 这个是A1向下追 所以A1哦 我就从A1哦 先上 Ctrl向下 追踪到这个数字叫 6841嘛 把这个6841的值 丢到R2 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 那底下的话呢 再利用哦 有一个物件 就是列物件 所以特别重要 以后如果你要删除列的话 那可能你要记一个物件叫ROS ROS啦 顾名声讲 ROS是一个列嘛 S就是全部列 全部列里面呢 你就跟他讲说 哦 我要从R1哦 冒号的话就是 到哪里的 冒号 从这一个到这一个 帮我把它删掉 所以就点Delete 所以底下这样执行 这个 我看一下 如果你假设不确定 你可以游标放 就是执行完 按F8之后 再把游标放在R1上面 它会出现 2257 应该没错 这个应该就是 6841 也没错 那就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清掉 清掉 有没有 瞬间就不见了 那这样应该比较快 而且快太多了 就不用这样傻傻的慢慢删 删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 OK 而且 可能删到回人生吧 这到底 我是要不要这样做 不过我没办法 你没有别的 别的招就只能这样做 但是 如果你知道这个怎么做 我是觉得你就善用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呢 就留下了 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结果 那最后我好像在这边 备注这边 先输入1嘛 拿1到6 然后再把这6个号码 剖析到这边 剖析还记得吧 Ctrl-Ship向下 先把B2选到底 有没有 B2选到底 然后利用资料里面的资料 剖析 把这些资料 按照因为它是分隔符号是逗点 所以你就选分隔符号下一步 逗点打勾 下一步 然后 最后记得 把 剖开来的资料不是放B2 因为你放B2 它变成从B2开始放1号 2号 3号 那就不对了 目标除神哥 记得放哪里 放在这里 有没有 第二个地方 然后按完成 这样就OK了 最后把这个砍掉了 这样就完成了 不过啦 刚刚的动作 其实啊 如果你每次都要再做一遍 也是满上位置 所以我其实后面 我是把刚刚的这个动作 有没有 一样就是把它写成VBA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录制的 这边其实资料保析把它录下来 最后把B栏给删掉 这样基本上 我们资料就有了 资料有之后就可以分析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着把上个礼拜的这些 稍微再复习一下 因为真的还蛮多东西的 而且程式不少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但是啊 如果你懂得比较聪明的办法的话 那效率是绝对是千百倍以上的 OK 而且你如果会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想要用一些 比较没效率的方法 试试看 最后 我最后好像有统计出来 然后 这个部分请各位先在 把上一个礼拜的重点再复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